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完全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彪白色万金油啦 阿嬷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不和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 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彪在手,全家神队哟 全台各大药局去城市康市每街有贩售 会属城自治第015702号 北市卫药广自治第113040234号 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预计注意事项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晚安 欢迎来到阿游叔叔说故事时间 哎呦,我们今天要说的故事是赖半街 赖半街是一个人的绰号 他是一位住在台中的大富翁哦 这个有钱人的故事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就来听吧 很久以前,在台中的石刚 有一个姓赖的富翁 他非常非常的有钱 他有数不清的房屋和田地 石刚的大街上啊 有一半的店铺都是他的 因此大家都叫他赖半街 有一天 有个外地人赶着一群羊 经过石刚 突然,天空哗啦哗啦的 下起大雨来了 赶羊的人急忙把羊赶到屋檐下躲雨 这时候,恰巧 赖半街从屋里出来 看见一群羊儿在屋檐下 挤来挤去 有的咩咩乱叫 有的还在地上遍遍呢 赖半街看了很生气 就对赶羊的人说 喂,你这些羊臭死了 赶快赶走 先生,对不起 雨太大了 让我和羊儿多多雨吧 赶羊的请求赖半街 不行,不行,快赶走 赶半街板着脸说 赶羊的人没办法 只好举起棍子 把羊赶到另一家躲雨 那边也不行 这一带的房子都是我的 快走,快走 赶半街大声地在后面喊着 赶羊的哭着脸忍着气 只得冒雨把羊赶走 三年后 赖半街到乡下去收田租 有一天 他走到半路上 突然下起大雨 天又快黑了 附近都是树林子 连家客店也没有 到哪里躲雨过夜呢 赖半街心里十分着急 不禁加快了脚步 走没多远 忽然看见树林里有灯 一闪一闪的 走近一看 原来是一间茅屋 发出来的灯光 赖半街高兴极了 急忙上前敲门 一会儿 有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出来开门 赖半街说 先生 附近没有客店 我可不可以 借住一晚 好好 快进来 年轻人 马上请赖半街进去 他看见赖半街 全身都淋湿了 急忙拿了一套干的衣裳 给他换上 又端了一大碗 热腾腾的地瓜西饭 给他吃 赖半街的肚子 早已饿得咕噜咕噜叫了 结果晚来 稀里呼噜的一下子就把西饭喝光了 赖半街 擦擦嘴 笑着说 想不到地瓜西饭这么好吃 年轻人 年轻人也笑着说 先生是大财主 每天大鱼大肉 哪里会看得上地瓜西饭呢 诶 你怎么认得我 赖半街 吓了一大跳 没想到 这个年轻人 竟然认识自己 年轻人 笑着说 您大概不记得了 三年前 有个下雨天 我赶羊 经过你的家门口 哦 原来是你啊 赖半街 想起了三年前的事 他脸马上就红了起来 内心惭愧极了 他想 三年前 自己把人家 赶出了屋檐下 今天 他还这样热情地招待我 和他比起来 自己 实在是太自私自利了 于是 他连忙 对年轻人说 你的心地 实在太宽大了 从前的我 真的太不应该了 从此以后 赖半街 做人的态度 大大的改变了 他不再自私 小气 变得慷慨大方 他常常拿钱财 帮助贫苦的人 也常常做许多 造桥铺路的善事 因此 因此 乡里的人都十分尊敬他 提起 赖半街 大家都是竖起大拇指 给他一个赞 称赞 他是一个大善人哦 好 这个故事 就说到这边 赖半街 一开始的时候 对人家不好 赶阳的人 去他家躲雨 还被赶走 可是 当他到赶阳的人家的时候 赶阳的人 却很热情地 招待赖半街 所以赖半街 知道自己错了 变成一个 帮助乡里的大好人 所以小朋友 如果有做不好的地方 就要赶快改进 而且啊 从赖半街的故事 我们可以知道 愿意帮助别人 做好事的人 就会获得别人的尊敬哦 希望你喜欢这个 台湾的民间故事 别忘了 最终 矮游叔叔的 脸书 Podcast 和YouTube频道 听更多的故事哦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